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第三节课了 头发的床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别人拍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就那么好看 自己拍出来的东西就像一坨屎屎一样呢 原来之前诞生那么多年是有原因的 对于这个问题 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跟你说 那是因为你取景构图不够好呀 取景构图都有大新的一个词语 拍摄里面的取景构图就像谈恋爱里面的我们不合适是一样的 表面上好像指出了问题所在 然而 这不等于啥都没说吗 今天ZIP就会带领你认识拍摄短视频过程中的取景构图运镜和什么词 翻译成人类听得懂的语言 就是拍摄角度 对于拍摄照片来说 不论你是横拍还是竖拍 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比如你要拍建筑物 那竖拍肯定是更利于表现建筑物的宏伟 是不是 不过对于拍视频 ZIP在以前几乎是不会用竖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竖拍会被认为是一种业余的拍摄方法 为什么呢 你有见过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是竖拍的吗 嗯哼 拍摄视频的时候 之所以很多次用横拍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拍出来的画面实际上是在模拟 我们双眼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们人类的视角都是很像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是长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你心细如法 你会发现ZIP说的是 我以前不会怎么用竖拍 嗯 是什么改变了我对竖拍的看法吗 同样呢 我们回到第一节讲到的内容 我们手机拍出来的短视频 大部分都是在手机端被观众看到的 随着各种短视频APP的兴起 比如抖音啊火山啊之类之类的 为了考虑到大家用手机的习惯 这些短视频APP把竖拍带上了主流 甚至你会发现某些APP里面 它是明文写着鼓励你用竖拍的 所以不论是横拍还是竖拍 只要符合你想表达的内容 和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 那就OK啦 三分构图吧 就是最出名的构图方法了 理解起来其实也很简单 想像画面里形成一个类似 井字的网格 然后把你的拍摄主体放在画面 大概三分之一处 更简单一点理解就是把你的拍摄主体 放在这几条线的交界处 利用三分构图法这样拍的话 就会比单纯的把物体放在中间 看上去有意思得多 比如我现在这个杯子 没有用三分构图法 和用了三分构图法的对比 虽然不能说是 惊天地气鬼神之作 但是至少比单纯的把杯子放中间 有意思一点吧 但是记住三分构图法 也只是一个参考 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要遵循这个法则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遵循这个法则呢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杯子的例子 当你把物体放在正中央的时候 观众的潜意识里面 视线几乎是不会到处游荡的 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中间这个点上 可是当我们把镜头挪一下之后 观众还是看得出主体是这个杯子没错 但是视线也会不由自主地从主体转移到旁边 然后再次回到主体身上 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就一秒钟的时间 如果不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意识不到 这样子的构图不仅仅能突出主体 更是引导观众去观察这个主体 和周围的物体或者环境有什么关系 所以不遵循三分构图法 也并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误 主要是看你想要表达什么 注意力只是想要强调主体本身呢 还是这个主体与它周围的物体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比如现在这个构图 我现在就是在用三分构图了 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突出 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 因为后面就一堵墙而已 如果我把身体挪到画面中间 注意力还是在我身上啊 我之所以把身体移到这一边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留点空位给我配图和字幕而已 Z拍摄个小白的时候 我也想把画面拍好吧 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就在于拍摄角度啊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 我本人还曾经进入过一个误区 见别人拍摄一个物体很好看 比如说人吧 它从这一个角度拍摄很好看 然后我就尽量去模仿这个角度 结果发现只要我是拍人 我就只会从这个角度去拍摄 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每一个人好看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在想 但是有这么多角度给我选择 选择困难症啊 后来我想通 其实你的拍摄角度也就是那么几个而已 数手指其实也数得完 它们是什么呢 就像写剧本一样 拍摄角度也有一个套路可以遵循 同样三个方面 X轴 Y轴 还有距离 X轴 正 侧 背 Y轴 上 中 下 距离 远 中 近 还有剩下的就是它们各自之间的45度角啊 或者极端啊 比如说 超级无敌近 超级无敌远 没了 就这么多 就是这么简单 以后选择拍摄角度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的排列组合而已 这时候 就回到剧本创作那个套路了 什么感觉如何呈现 比如说 老大出场很威风 正面 仰拍 中景 低东女生 然后高高在上的一种感觉 正面 俯拍 近景 在医院 孤单无助 側面 俯拍 远景 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 多留意一下 这个作品给你带来什么感觉 然后从拍摄角度的方面去分析 它用了哪些拍摄角度 参考和实践多了以后 自然就是熟能生巧 拍视频和拍照片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运动 我们这里主要讲镜头的运动 专业术语就是推拉摇移等等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Z在这里还是用人类听得懂的语言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把镜头的运动分为两类 第一 镜头固定在一个点的运动 第二 镜头不固定在一个点的运动 镜头固定在一个点的运动 镜头固定在一个点的运动 就像我们原地站在这里 然后扭动脖子一样 比如抬头 低头 向左看 向右看 啊 我的颈椎病治好了 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抬头 抬头 低头 向左看 向右看 镜头不固定在一个点的运动呢 就像我们平移身体一样 比如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向右 向上 向下 向下 我的腰腿很痛 治好了 具体操作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向右 向上 向下 我们同样 我们同样拿之前的三个例子进行分析 镜头往上摇 同时往后推 镜头往前推 同时往下摇 镜头轻微的向右摇 同时又向左移动 我们尽可能的去探索镜头的运动 发现镜头的运动会给你的短视频增强表现力 我们拿跑步做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强调跑步的速度 那我的镜头就会选择有相反的运动方向 运动的相对性嘛 如果我要强调跑步的劳累 那我就会选择跟跑步的人一起移动 并且捕捉他脸部的表情 人跑不动了 镜头还在移动 人变得很渺小 是不是感觉拖后腿 唉好累啊 如果只是展现跑步这一件事情的话 那我可能就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原地从左往右摇镜头就好了 这个章节就是要解决 绝大动作小白的手抖问题 要怎么样手持手机才能拍出更稳的画面呢 一方面苹果会自动对你的素材进行稳定处理 只要你不要弄得太厉害 当你回放你的素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兄弟挺稳的嘛 第二点就是尽可能用双手握住手机 带动镜头运动的时候稍微扎马步 然后用你的啤酒度和相关的部位 一起配合进行运动 而不只是单纯的用手臂或者手腕 没错 有时候走位就是要风骚一点 就像马云打太极一样 最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当然可以借助额外的辅助器材了 最便宜的就是带轮子的椅子或者花板 如果是土豪的话 就可以购买手机适用的稳定器 但我不是土豪 我我存了好久的钱才买的 无论你是手持还是借助额外的器材 一切的根本就是多练习 这期课我们讨论了横拍和竖拍 当然也学习了三分构图法 以及三分构图法带出来的效果 我们还聊了拍摄角度的问题 同样像写剧本一样 问自己三个问题 X轴 Y轴 距离 and of course 进口的运动 这也就是短视频和拍照片最大的区别 有时候走位就是要风骚一点 最后就是治疗手朵的好配方 好了各位 拿起你的手机 动起来吧 Woohooooo and cut